国际福伦3490地区大汉西福伦社集结11个友社 一起来为万里国中圆梦 在大汉西福伦社的号召下 共募得合集180万元的经费 促成万里国中教室空间改造 将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 进而促成自主学习 国际福伦3490地区大汉西福伦社集结11个友社 一起来为万里国中圆梦 在大汉西福伦社的号召之下 各有社赞助奖助学金 为万里国中活化两间教室 打造成为Steam智慧教室即环宇教室 并举办了街牌启用仪式 而为了感谢福伦社的圆梦 万里国中的雷鼓队学生 也特别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为启用仪式揭开序幕 因为三年前来到万里国中 一看到整个真的太荒批的荒凉了 拿杂草重生 那我们一会来这边当校长 那我就跟他 引起说我们怎么来帮这偏乡 来做这个智慧型教室 所以两年来 我们就用了各种努力 尽量把这做成智慧教室 来照顾这我们偏乡 让我们城乡的距离能缩小 大汉西福伦社结合国际福伦3490地区 11个福伦社团 共募德合计180万元的经费 促成万里国中教室空间改造 添购建制崭新的智慧学习与教学设备系统 规格配备与台湾大学 未来教室同样等级 将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 进而促成自主学习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更加可以帮助学生 有效的进行居家线上学习 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平乡地区的学校 真的非常的需要 尤其是现在目前 因为经过两年的疫情 那大家都很常在使用远距教学 或是说线上教学的状况下 这样的科技教学 更是我们学校里面所需要的一个工具 那尤其是在我们停课不停学的状况下 让学生的学习更能够 很务实的进行跟成长 那在平乡地区 其实这个部分也让学生 可以去学习到怎么样运用科技 来进行教学的工作 其实从中可以去模仿或是认知到说 我们怎么样运用相关的一些科技工具 那未来他如果说出到社会区之后 他也可以跟人家有一个竞争之力 在我们科技教育 跟我们学校教育里面都不落后 我非常感谢我这次福人社的所有的社员 还有我们一些总监来到我们万里国中 万里国中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平原地区的学校 那能够跟国际来做一个接轨的智慧教室 是我们很多家长所期待的 还有我们的学生 那这次非常感谢 除了我们感谢了我们的校长之外 也感谢很多很多福人社的朋友 一起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梦想 本次捐赠硬体设备比照台湾大学未来教室的规格 建置两台触控荧幕与一台投影机 加上两台高清视讯摄影机 摄影机设置的方位前后互补 让教室的每个精彩画面不露阶 为此万里国中的家长会长 也感谢福人社替万里国中挹注教育的资源 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能 基教品刊万里采访报道